我们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父 我们的天父上帝赐福于我们 主啊 我们相信全能者上帝帮助我们 正在此时此刻 主的话语帮助我们 求主眷顾主的羊群 求主怜悯我们 顺从主话语的主的绵羊 求主开启天国的窗户赐福于我们 我父上帝已经把最好的祝福给了我们 而且又在祝福我们啊 主啊 我们内心可慕主的祝福 我们内心可慕主的话语 而我内心始终不醒悟啊 求主的话语照亮我的内心 使我内心醒察 使我内心明白过来 在这时间 我们相信是主赐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时间 就在这时间使我们聆听主的声音 听主的话语 使我们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 把这好的祝福留给子子孙孙 使我们殷信耶稣基督 做基督的仆人 能够做真实的爱国者 主啊 我们相信就在这时间上帝的话语造就我们 照亮我们的内心 我们相信依靠着主的话语 使我们领受福音 使好的祝福留给子子孙孙 使我们的子子孙孙也得到救赎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上帝的话语此时此刻是活着的 是有功效的 齐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上帝和我们历史的允许 非常庞大的 当今很多人都在学习 很多人为了过上好日子呢 就很刻苦啊 好的人希望更好 整个世界都在拼命的 要过上好生活 那么上帝赐福于我们 上帝赐给我们的允许 是能让我们得到最好的祝福的 我们内心 一定要渴慕这祝福啊 如果我内心没有得到 上帝赐给我的祝福的话 很多人说了 哎 我不需要得福了 我现在有的已经很好了 挺满足的 我只要能维持住就好了 大家可千万要谨慎 如果我内心没有 如果我内心没有得到 耶稣基督的永生的生命的话 如果我始终不信 耶稣基督排斥主的话语的话 我现在所拥有的 反而会变成灾难的 为什么突然父母和儿女之间 变仇敌 为什么兄弟姐妹之间 突然变仇敌呢 和西亚书四章七节呀 而我们只专心爱主 爱上帝的时候 我们只专心爱主 爱上帝 敬畏主 遵守主的话语的时候 上帝赐福于我 不仅拯救我的灵魂 在这世上 使我百事亨通 万事亨通 甚至赐给我财富啊 上帝的话语 是要拯救我们所有人呀 任何人只要信耶稣基督都能蒙上帝的使用的 摩西是在八十岁的时候得使用的呀 很多人说哎呀牧师像我肯定没希望吧 我可是妓女呀 大家知道圣经中有个人物 妓女拉荷也因信耶稣基督迎接了主 得救赎了呀 所以圣经里的所有的主的话语 都是和我们立下的应许 是给我们的盼望 就无论是身处于什么样的环境 无论身处于最卑微 乃至身处于很高的地方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只要信耶稣基督迎接主 都能得救赎 罗马书三章四节 这世上我们人都是说谎的 所以说谎话的没有对的观点 全都是谎言 自己却意识不到啊 那我们怎么生活才算是过上为人的生活呢 上帝创造了我们 上帝为的是要拯救我们 为的是要造就我呀 我们一起找一下格林的后书五章二十节 格林的后书五章二十节 才是过为人的生活呀 在这世上很多人说有成就成功了 真的成功了吗 真的有成就吗 我们现在痛苦 我现在痛苦遇到的困难 这都是我种下的果子 也是我祖祖先先种下的果子 所以儿女现在操心的话 不要再责备儿女了 做父母的悔改吧 来到主面前谦虚地认罪悔改吧 这时候儿女能得释放 在这世上 在主面前不分男女老少 也不分贫贵父贱呀 主的福音是一事同仁 要拯救我们所有人呀 格林的后书五章二十节 我们读一下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 阿们 上帝要使用我们呀 上帝要使用我们做基督的仆人 使我们替基督求世人与上帝和好啊 大家知道和平 我的内心首先要因信耶稣基督得到和平 我的内心 有了耶稣基督保死的生命 成为一条心了 我才能与上帝和好啊 我们曾经都是罪人 都是心怀二义的罪人 而信耶稣基督救赎我 因有耶稣基督的保血 使我的心怀二义 使我那些污秽肮症的心 成为洁净的心 成为一条心 这时候我才能替基督做事 能劝别人与上帝和好啊 我们要做基督的仆人呀 只有基督的仆人 能实现人类的和平呀 我们大家曾经都是罪人 雅各书一章六节七节八节 我们内心都是有疑惑 有怀疑 我们内心都是因罪恶 被魔鬼挟制 所以经常就模棱两可 不知道该听什么 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我们犯罪的 都是出自魔鬼 所以这世上人是没有一人的 罗马书三章十节 而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是取了人的形象 而耶稣是没有任何罪恶的 耶稣是一人啊 只有耶稣是一人 很多人把耶稣当成 大家知道耶稣和我们人 不是同等的 我们人都是罪人 虽然耶稣也是取了人的形象 肉体的形象 但耶稣是没有任何罪恶的 这世上的宗教的教主 都是人啊 是被造物 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创造主 而却是以肉身显现出来了 加拉太说三章三节 我们因圣灵入门 因领受了圣灵入门 来到了基督这里 而为什么要以肉身来结尾呢 罗马书八章十三节 加拉太说三章三节啊 真的能得救的人数太取少了 路加福音十八章啊 那此时此刻 我们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刚开始我们做四季段悔改 内心服侍圣灵 内心是喜乐充满的 诶 怎么时间久了 反而我内心更偏向魔鬼了呢 大家知道 我离开了圣灵 就没有爱了 没有任何的爱呀 大家知道 很多人为什么贫穷啊 因为没有爱耶稣基督的 我们总是在求自己的利益 哪对我有好处 我就跟着哪儿 我们总是耍聪明 耍聪明 寻求自己诡计的人 最终会败给自己的诡计 把自己推入败坏呀 十篇五篇十节 耶稣基督的爱心 是把我引到主这里的 大家知道 这世上的人情世故 那并不是爱呀 圣灵的爱 并不是这世俗的人情世故 人情世故属情欲的 是情欲的 不仅仅害自己 也会害了子子孙孙 真言二十一章二十五节 我们的言行举止呢 上帝都在查看的 罗马书二章六节 我的言行举止 上帝如实地查看 而且如实地报应的 属灵的人能看透一切呀 不足的仆人我瓢 是为什么经常责备大家呢 而我们自己身处于死亡的环境 自己却不醒悟 不明白呀 我甚至站在悬崖边上 自己却一直都不敢 没有任何的感觉 没有任何的意识 在这时间 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十篇四十六篇五节呀 而我得不到帮助 是因为我的罪恶 是我的罪恶 总是在排斥上帝的爱 排斥上帝的帮助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 上帝是帮助我的 上帝此时此刻也要 在拯救我 帮助我 而我内心总是在顶撞上帝 我的罪恶 我自己意识不到自己有罪 我自己意识不到自己在顶撞上帝的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 约安一书二章一节 我们读一下 我小子们啊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中宝 就是那义者 耶稣基督 阿门 耶稣基督是没有任何罪恶的呀 耶稣基督虽然取了肉体的形象 来到这世上 而耶稣基督却不是我们和 耶稣基督绝不是和我们同等的 耶稣基督是与上帝同等的 是没有任何罪恶的 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宝啊 就是就就打比方说 像是我的辩护师一样 就是我的律师啊 只有耶稣基督是我的律师啊 因为耶稣基督是与上帝同等 是没有罪恶的 是与上帝同等的 是异者呀 是异人呢 如果我们把耶稣当成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的话 那我们就否认了主了 耶稣不是和我们一样的 耶稣虽然取了肉体的形象 来到了这世上 而耶稣基督却是上帝啊 是上帝的儿子啊 彼得后书二章一节 耶稣基督是没有任何罪恶的 如果我们否认了主 否认了耶稣基督的话 就成了异端了 大家和我 我们人都是罪人 而且都是被造物 人都是说谎的 罗马说三章四节 在这世上是没有异人的 没有存在任何的异人 我们怎么可能把异人和罪人 当成是同等的呢 这世上唯一一个异人 就是耶稣基督啊 传道出九章三节 因为我们内心有罪恶 我们都是癫狂的 我们找一下传道出九章三节 传道出九章三节 对于我们来说很熟悉啊 而有些人呢 就是哎呦牧师讲话 是不是太过分了 怎么总说癫狂呢 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 我们人 世人内心都是充满了罪恶 活着的时候心里都是狂妄 如同癫狂一样 我们读一下传道出九章三节 所以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啊 在日光之下 所行的一切事上 有一件祸患 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 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 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 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 阿门 在这世上我们人 内心都是充满了邪恶 活着的时候心里都是狂妄的 只不过没有发作而已啊 我们不要互相指责 也不要辱骂 我也其实一样是发疯了的 只不过没有发作而已啊 我们以为哎呦我没发疯 是人家疯了 都一样 人内心都是充满了邪恶的 谁都是一样的 而我们就不承认上帝的话语 我们没有说 他的罪比我多 我可能稍微少一些 不是的 使徒保罗是谁啊 使徒保罗是比我们先遇见了耶稣基督 有了信仰生活 而使徒保罗越是醒悟 越是靠近主 他的承认 他的告白是什么 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啊 而大家和我呢 我们做了四階段悔改 越悔改 越祷告 越加靠近主了 我们应该承认 哎呀 真的没得可夸 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啊 而我们呢 我们反而觉得 哎 我好像已经捷径了一样 我好像不再犯罪了一样 我好像没有罪恶了一样 这就是自己在欺骗自己了 我们找一下真言二十八章四节 上帝是让我们对抗邪恶的 我们面对邪恶呢 反而不对抗 反而偏向 这都是因为我内心也是一样的邪恶 所以总是偏向邪恶呀 比如说 讲道 听讲道 我们分明知道这个讲道是不能听的 或者是这并不是在讲耶稣基督 我却不敢对抗 不敢说 我们内心有上帝的爱 我站在耶稣基督这边 我有信心的话 我属于基督的话 我一定是对抗邪恶的呀 真言二十八章四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尾弃律法的 夸奖恶人 遵守律法的 却与恶人相争 阿门 遵守律法的 是与恶人相争的呀 遵守主的话语的 言心举止上 肯定是与恶相争的 我们一起找一下 和西亚书四章六节吧 我们说是信主 却不悔改 不认罪悔改的话 那就是假信呀 我们不悔改的话 因为我们离弃了 律法 因为我们不遵守主的道 祸害的是自己的儿女呀 我们伪装自己 好像自己很有教养 好像自己很有礼节一样 确实在违背了主的话语 上帝为什么说 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 小孩子不追究 小孩子不讲究教养礼节的 是很天真的 讲什么话就说什么话 不求自己的利益 哪怕自己被挨说 他也不知道 和西亚书四章六节 我们读一下 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 你弃掉知识 我也必弃掉你 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 你既忘了你上帝的律法 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阿门 刚开始 这讲的是我的名因 无知识而灭亡 大家知道律法 上帝的律法是什么呢 上帝的律法是让我们认识到罪恶的 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圣经的话语 有律法呀 遵守主的话语 所以只有圣经的话语 是能让我醒悟 能让我认识到我的罪恶的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圣经的话语是让我们认识到 我的罪恶呀 而很多人读了圣经 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恶 那肯定是没有读啊 没有读懂啊 读了圣经 就一定会认识到 我内心的罪恶 认识到我内心 原来是充满这样的罪恶呀 所以把我引到基督这里 认罪悔改 不信上帝的话语 那就是罪恶的 不信耶稣基督 那已经是罪 那就是罪了 约安福音十六章九节呀 我们犯罪都是出自魔鬼呀 魔鬼从一开始就是犯罪的 是说谎的 大家知道如果 讲到的牧师是假牧师的话 跟着假牧师 那是要去地狱的呀 马太飞十五章十四节 所以讲到 如果不讲耶稣基督 不照着基督的话语讲 那就是鲁略灵魂的 假的讲道了 格勒西书二章八节 我们大家都要警醒 我们跟随 只跟随耶稣基督 不要跟随任何人 或者是牧师等等 牧师也要跟随耶稣基督啊 我们灵魂得以兴盛 这时候在这世上 一切都是亨通的 甚至也能得到身体的健康啊 约安三书二节 我的灵魂 因不信耶稣基督 是要灭绝了 那怎样才能得以兴盛呢 信耶稣基督吧 信了耶稣基督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 使罪恶得以赦免呀 那么 我们一定要信耶稣基督 不仅要信 还要悔改 要做基督的仆人呀 上帝使用谁呀 上帝使用 洁净的人 所以我们要做四階段悔改 为的是做基督的仆人 蒙上帝的使用啊 唯独上帝按照上帝的旨意 拣选人呀 那么上帝拣选谁 上帝使用谁 这时候我们的心愿在主里面 全是实现的 上帝是非常庞大的呀 上帝是福的全员 只有上帝是最爱我 是希望我的好 那上帝是要帮助我们的 我们来到这里 是为了得到上帝的帮助 是为了来遇见耶稣基督啊 罗马说三章二十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阴行律法 能在上帝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阿门 这圣经都是让我们 认识到我的罪恶呀 大家知道 只有主的话语 是照亮我的内心 能让我醒悟的 这世上的理论学说 虽然好像能明白一些 那并不是真明白 那不叫明白呀 我们头脑的理论知识 那并不是真明白 那仅仅是 这懦弱无用的初等学问呀 我们找一下 雅各书三章 十五到十六节 雅各书三章 十五到十六节 真切的志愿大家在这时间 得祝福啊 上帝要使用我们 做基督的仆人 这意味着什么呢 拯救一些灵魂 什么灵魂 因罪恶 即将死亡 即将灭亡的灵魂 因信耶稣基督 是我们做基督的仆人 能让我们得救赎啊 耶稣基督是与上帝同等的 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呀 菲利比书二章六到七节 而我们很多人 把自己当成耶稣 或者是把耶稣当成是我们人一样的 同等的 那真的是大错特错了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啊 虽然娶了奴仆的形象 虽然娶了肉体的形象 来到这世上 耶稣基督是却没有任何罪恶的 是无侠无刺的 所以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 是因为遵守上帝的旨意 是没有任何罪恶的 是代替我们 背起了十字架 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了呀 上帝要拣选我们 做基督的仆人 这可是何等的荣耀 何等的爱呀 那么基督的仆人 是能托管上帝奥秘的事的管家呀 格林多前书四章一节 而很多人否认了基督 甚至不认识基督 甚至始终不认识上帝的奥秘 是让我们认识基督啊 大家知道在这世上 很多人都在喊神 算卦的也在说神 搞巫术搞邪术的也在说神 那他们说的神 跟我们讲的神是一样的吗 只有信耶稣基督才是有真神的 真神上帝 耶和华 是主宰这世界的创造主啊 不仅主宰我们的生老病死 也主宰我们的所有的生活呀 只有信耶稣基督才有真神 我们相信的是真神啊 而很多人说自己也信神 却不认识耶稣基督 也不承认耶稣基督 那就是假神了 在这时间 十篇四十六篇五节 在这时间上帝是帮助我们的 而我们为什么在排斥上帝的帮助啊 为什么不肯得到主的帮助啊 是因为我的罪恶在排斥上帝的帮助啊 我们找一下雅各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呀 雅各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 此时此刻上帝是要帮助我们呀 在这世上我们一定要需要上帝的帮助的 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 所以上帝早早就告诉我们 在这时间我要帮助你 因为我们太需要耶稣基督 我们太需要上帝的帮助了 凌晨时刻每一天每天都有 这就意味着每天每天睁开双眼的那一刻 我们就需要上帝的帮助啊 十篇四十六篇五节呀 而我们为什么不愿意领受这帮助 甚至得不到主的帮助啊 是因为我内心有罪恶呀 甚至不肯认罪悔改呀 所以我们今天认罪悔改吧 雅各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 乃是属地的 属情欲的 属鬼魔的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 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阿门 这世上的智慧呢 都是属于地的 是属于情欲的 是属于鬼魔的 而上帝的爱是什么呀 有了圣灵才有上帝的爱呀 有了 大家知道上帝的爱是有财富的 上帝的爱是丰满 是绰绰有余的 而这世上的爱 这世上的情欲是什么呀 是装模作样的爱 装模作样的对人好 这都是属于世俗的 属情欲的呀 真言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呀 这属于肉体的 世俗的人情世故的爱呢 不仅害自己 也害了子子孙孙 害儿女啊 世上的人情世故 不敢与恶对抗的 不敢与邪恶对抗的 是装模作样 好像当好人一样 其实不是好人 我现在无知 没什么文化 没关系的 信耶稣基督 上帝赐给我一切呀 我们找下 格林多后书四章十五节 格林多后书四章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在这时间 上帝是帮助我们的呀 格林多后书四章十五节 我们一起读 凡事都是为你们 好教恩惠 因人多越发加增 感谢格外显多 以致荣耀归于上帝 阿们 阿们 这荣耀归给上帝 是能 是意味着什么呀 耶稣基督是荣耀了 归给了上帝呀 那么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属于上帝的荣耀的 有些人说了 我现在情况可苦了 我现在都没地方睡 我在马路边上 在这里借宿呢 无论什么情况 就在那种不好的情况 上帝要搭救你 上帝要帮助你的 这正是主的话语呀 我们一起找一下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呀 上帝创造我 上帝造就我 能让我成为拯救世界的人 能让我成为基督的仆人呀 是最庞大的祝福啊 我们祷告的时候 经常告白主啊 求主帮助我 使我做主的仆人 求主赐福于我们的家庭 使我们为国家做真实的爱国者 使我们做基督的仆人 能实现人类的和平啊 我们祷告的时候 而有些人听了就说 哇 你都惦记世界和平啊 哎呦 这个人的胸怀好大嘛 这不仅仅是胸怀大呀 是上帝的爱造就这一切 这正是基督所做的事情啊 是要拯救世人 拯救世界呀 我们做基督的仆人 意味着什么呀 是能拯救世界呀 就在此时此刻 要拯救世人的灵魂 是拯救一个罪人的灵魂呀 就像如同耶稣基督 拯救了我们一样 大家知道 首先我们是要使灵魂得救 灵魂得救了 才有这世上的其余的呀 大家知道灵魂得救术 才是万事亨通的 所以首先是灵魂得救术 然后其次有这种 属于肉体的帮助 比如说帮助他 给他一袋大米呀 等等 约安三书二节呀 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 我们读一下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阿们 大家知道灵魂得救赎 灵魂得救赎了就意味着 这世上一切都是亨通的 约安三书二节 灵魂得救赎了 这时候才有好的经济 才有好的医疗设备 才有好的所谓的福利呀 上帝拣选我们 上帝使用我们 是让我们做基督的仆人 是为了让我们 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能拯救世人呀 能拯救灵魂 做主的事情啊 无论在哪儿 无论在什么情况 无论在什么处境 只要信耶稣基督 认罪悔改 使我们得这么好的祝福啊 我们大家都阿们啊 所有的人都要信耶稣基督 认罪悔改 蒙上帝的拣选 得使用吧 我们要灵魂得救赎啊 而有些人的讲道 并不是拯救灵魂 反而在祸害灵魂 那不就是与上帝对抗 与上帝作对了吗 我们大家都要警醒啊 大家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说是读了圣经 却还是不领会呢 因为读圣经的时候 首先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读懂主的律法 读懂主的教训啊 读了主的律法 读的教训 就能认识到我的罪恶了 和其二十四章六节 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了 这时候上帝引导我 把我引到基督这里 主的话语 律法是把我引到基督这里 使我们来到基督这里 认罪悔改啊 教来太说三章二十四节 所以 主耶稣基督的道 拯救我们 是主耶稣基督道 使我们从 罪恶里脱离出来啊 而我们很多人读圣经 自以为明白 却什么都不明白 所以我们以为自己懂的时候 反而把自己当成是无知的和愚昧的 在主面前谦虚谦卑吧 因为只有上帝使我明白 只有上帝引导我 主引导我来到基督面前 让我认识到基督的奥秘啊 那基督的奥秘 因为有了基督的奥秘 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恶 有这等庞大的恩惠 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我们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啊 就这些段悔改 以色拉记七章十节 考究圣经是意味着什么呀 通过了读圣经 我认识到我原来是充满邪恶的 通过了读圣经 我发现原来我有这么多的罪恶呀 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 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这里 认罪悔改 我们认罪悔改了 做主的见证 这才是考究圣经啊 为主而活 为主的福音而活 这才是考究圣经啊 以色拉记七章十节 很多人以为研究圣经 那是要像考究这世界的什么文凭啊 好像把圣经的话语当成是一种理论知识来考究 那不叫考究的 为主做工 为主做工 为福音做工 这才是考究圣经 做主的见证人啊 上帝的旨意是要拯救世人呀 而上帝的旨意 刚才我们读了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 很多人 大家知道 亲兄弟都要出卖人 都要祸害人呀 这就是我们人的罪性 而 有上帝的爱造就我的时候呢 尽管是面对残害我的亲兄弟 我却以耶稣基督的爱能爱他 甚至能拯救他 这可是多么大的爱 这可是多么大的荣耀啊 上帝正要引导我们 做这种庞大的又荣耀的事情啊 曾经都是祸害我的 曾经都是陷害我 出卖我的 而有了耶稣基督的爱 我却拯救他 不仅拯救他 拯救他的家人 还帮到他的这世上所有的一切呀 加拉太说六章十节 我们首先要帮信主的人 有些人说要做好事 做善事 但是对待自己的家人 却一点都不看顾 关顾着讨人的欢心 讨别人的欢心 在这世上我们能做就要帮众人 那么首先要帮是要帮信主的人 首先是要帮助信主的人呀 加拉太说六章十节 在这世上我们经常会看到 他对自己的家庭什么都不做 然后呢 在外边好像 像是做好人做好事一样 但是别人都不喜欢这样的人 以赛亚说三十一章二节呀 我们帮众人 首先要帮信主的人 在主里面 创世纪五十章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创世纪五十章二十一节 加拉太说六章十节 我们要因信耶稣基督帮助众人 行善事 那么行善事 做善事 首先要帮助信主的人 信主的家庭啊 所以上帝的爱 上帝师慈爱 多么的庞大呀 我们以前不明白的时候呢 我们说 哎呀 我尽管自己肚子挨饿 先帮助别人吧 这是好的 但是先帮信主的人吧 先帮信主的家庭啊 创世纪五十章二十一节 我们读一下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 我必养活你们 和你们的妇人孩子 于是 约瑟用亲爱的话 安慰他们 阿们 上帝是帮助我们的呀 那么 当时约瑟 安慰他们说 我必养活你们 而且还能养活你们的妇人和孩子 这正是上帝的爱 是庞大的爱呀 大家知道 这些人曾经是要祸害约瑟的 正是因为这些人导致约瑟这辈子很痛苦啊 做了仆人 好像真的是没有一丝希望了 而在那么苦的情况中 被出卖的环境 被陷害的环境 上帝却与约瑟同在 拯救了约瑟 不仅拯救约瑟 通过约瑟一人 拯救了约瑟的所有的家人 拯救了一个国家呀 这可是何等的爱 当时父母都帮不了约瑟 父母都不知道 这些哥哥们把约瑟出卖到哪里了 以为约瑟已经死了呢 而在那种情况 任何没有一丝希望的情况 上帝却拯救了约瑟 而且使用了约瑟呀 我们找一下创世纪39章一节 所以这可是何等的爱呀 信耶稣基督领受上帝的爱 领会主的爱吧 创世纪39章一节我来读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 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啊 就一个国家 法老的内臣 护卫长 波提法 从那些带下他来的 以什玛利人手下买了约瑟了 就买了他去 如果人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觉得哎呀 太苦了 太惨了 被亲兄弟出卖呀 父母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被卖到其他国家 做了仆人 没有比这种情况更惨的了吧 尽管这样 这个人得救了呀 这个人得到了主的帮助 所以我们谁都不能藐视 谁都不能轻看 只要信耶稣基督迎接主的 主帮助 主给负责的呀 约瑟是与耶和华同在了 约瑟住在他主人 埃及人的家中 约瑟与他同在 他就摆世顺利 我们遇见主啊 那么主是谁呀 主就是基督 遇见主的时候 才能与耶和华同行 我们真实地做四季段悔改 与耶和华相遇呀 我们向主承认我的罪 也向主承认我祖祖先先的罪 真诚地悔改我的罪 和祖先所犯的罪呀 因为有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所以约瑟就摆世顺利 大家现在在工作上 在家庭里 很多事情不顺利吗 首先来省察自己 我是不是没有与主同行啊 我是不是没有与上帝同行呢 大家现在还在抱怨人生吗 我没有嫁好人 我现在经济上太困了 不要抱怨 只要与耶和华同在 任何事情都是摆世顺利的 我们与主同行的 信耶稣基督与主相遇的人 是能与耶和华同在的呀 约瑟能行 说明我们也能行 我们要有这盼望了 不要灰心的 第三节 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 就别人都能看出 这个人是与上帝同行的人呀 这个人 他祷告 怎么就能医治疾病 他一祷告怎么能 能领受很多的祝福啊 但是有时候也狠狠地责备 为什么狠狠地责备呢 大家认真地听啊 大家知道我骂人辱骂的话 那是在犯罪呀 如果藐视人 就是在藐视上帝 真言十四章二十一节 三十一节啊 所以我愿意犯罪要辱骂大家嘛 而我为什么又讲话的时候 狠狠地责备 哎呀这猪狗都不如的呢 大家知道 大家认真地听吧 稍后会有答案的 第三节 他主人一看 哎 耶和华与他同在 与约瑟同在 我们如果与上帝同行的话 别人能看出来的 第四节 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 伺候他主人 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 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 哎呀 面对不信主的人 我还要蒙他的恩吗 这就是菲利比书二章四节呀 约瑟是祷告了 面对菲利法的行为 约瑟祷告了 只一心信靠耶稣基督 祷告了 而大家和我 我们祷告了吗 我们祷告 不仅要回改我的罪 也要回改我主主神经的罪 如果我们祷告了 真诚地祷告了 我们内心是有喜乐平安的 为什么 为什么 有些人听责备的时候 就当成是主的话语来领受 感谢主 感谢 就这样一甘心领受 这真的是做四节段悔改的人 而有些人呢 哎呀 就稍微说几句就不乐意了 这都是因为我内心没有 没有信 没有 根本就没有悔改呀 领受了圣灵 赶出我内心的恶魔恶鬼了 我内心信耶稣基督的话 我内心寻求的是 主耶稣基督的爱的话 是喜乐平安的 是喜乐充满的 大家和我 我们今天通过主的话语来 查一下 我和约瑟之间的差距吧 约瑟是领受上帝话语的人 约瑟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呀 无论什么情况 约瑟感谢了 是感谢的接受 是甘心的领受 是因信耶稣基督 约瑟处处祷告 一直祷告 是认罪悔改祷告 也为身边的人祷告 我们大家阿门啊 那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最容易犯的错是什么呀 我们刚开始 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呢 谁有这罪目录表 大家帮我拿一下吧 这罪目录表呢 我们一直带着 一直祷告的时候 可以多读多看啊 刚开始 我们就读这个罪目录表 哎呀 读的时候呢 就真的是当成是 面对主一样 哎呀主啊 我真的是犯了这样的罪恶了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但是呢 现在时间一久了 我就开始背诵了 大家知道 头脑背诵经文 只会害自己的 不仅害自己 也会害了儿女呀 真言二十六章九节 为什么很多人 背诵经文反而疯了呀 这都是因为背诵经文 并没有悔改 并没有 真实的信啊 悔改不是靠你 悔改 祷告 并不是 并不是 头脑背诵的 大家知道 无论是十年前 还是到现在 我们心里的罪恶 都是一样的罪恶呀 悔改了十年了 信主十年了 使徒保罗并没有说 哎呀我已经没罪了 使徒保罗越是靠近主 他却告白 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呀 越是靠近主 越是信主 越是祷告 就越加的谦卑谦虚呀 而我们呢 最容易犯的罪 我们以为 哎我心里的时间已经久了 我是不是就没罪了呀 我们不可能成了没罪的人 我们都是 凡是属乎肉体 属乎血气的 都是有罪恶的 所以我们每天每天 需要信耶稣基督 每天每天 需要投靠主耶稣基督啊 我们心里有罪 肉体里也有罪 我们人都是一样的罪人呀 而我们多做悔改祷告的话 大家知道 往往多做 多 真实的做悔改祷告的话呢 应该是 越加的谦虚 越加的谦卑的 而我们呢 反而 效法法利赛人文士了 以为自己不犯罪呢 以为自己没有罪恶呢 就开始 装模作样的 讲究的是教养礼节 所以 不敢说 实话 哎我现在 我现在 已经悔改很长时间了 所以我不再犯罪了 我不再随便说话了 但是我心里呢 该判断的还在判断 心里呢 还在骂 而上帝查看我的内心的呀 我内心分明是在判断了 又是批评 又是理论了 而我嘴上呢 装模作样的 好像自己要当好人 好像自己是多么的洁净 圣洁一样 这就是我们自己总是自己在欺骗着自己呀 以赛亚诗篇139篇一节 就比如说 哎呀 我内心在批评了一个人的行为 我内心在论断了一个人的行为 我心里有这样的批评和论断了 而在嘴上呢 我却闭着口不说 好像就是自己是不犯罪的人一样 哎呀 我可是牧师啊 我可是长老啊 在人面前我要讲一些好话呀 而我内心却想 哎呀 但这个人真没法用 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 而我们以为 外表好了 我就是可以不悔改了 就可以不祷告了 就久而久之反而就太容易离弃基督 太容易离弃主了 大家今天明白了吗 我们大家醒悟吧 我们来 我们来听主的道 认识到自己的邪恶 真诚的认罪悔改 无论在什么情况 我们都要谦卑谦虚呀 大家和我 我们内心都是一样的罪人呀 很多人说 哎呀 我做了四九段悔改 这么长时间了 就以为自己没有罪了呢 我们的罪都是一样的罪恶呀 我们真诚的祷告 真诚的悔改 每天祷告 每天悔改 上帝要 上帝要使用我们呀 上帝要通过我们拯救世界呀 我们所有人都蒙主的拣选 蒙主的使用吧 使我们的心愿在主里面得以成全呀 不仅使自己得救 使儿女得救啊 上帝的旨意是要拯救世人 通过我们要拯救世界呀 没有比这更庞大的恩惠 没有比这更庞大的荣耀了 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这罪恶上帝都在知道啊 都在查看 耶利米书17章1节呀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言行句是上帝都在查看 都知道的 所以我们向主承认主啊 我满口都是咒主 我满口都是骂人 骂辱骂呀 我面对我的丈夫 经常骂他 说他 辱骂他 我们这样真诚地认罪吧 真诚地承认自己的错吧 在主面前 我们为什么总是 以为自己是洁净了的呢 我们本是误会肮脏的 是主的话语使我洁净 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洁净了 在这时间 大家真诚地悔改祷告 来得到主的帮助吧 这祝福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千万不能丢弃了这祝福啊 此时此刻上帝需要帮助我 要拯救我们的 我们大声地呼求救主的名 一起来做悔改祷告 我们大声地求主 就是我一对一地 直面对主耶稣基督 我一对一地向主承认我的罪 不要怕别人听见我的祷告啊 我们不要辱骂别人 也不要指责别人 也不要说别人 我们现在只一对一地 面对主耶稣基督 真诚地祷告吧 就在此时此刻 得到主的帮助 得救赎啊 就在此时此刻 拯救儿女 拯救国家呀 我们大声地呼求救主的名 一起来祷告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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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上帝 主啊 我父上帝 感谢主赐给我们 如此庞大的允许 这么宝贵 珍贵的允许啊 主啊 今天感谢主 使我听到了主的声音 感谢主的话语 使我醒悟 使我明白了 主啊 在这时间 求主打开我的心 使我们悔改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会主的爱 主啊 就在这时间 使我们献出我的心意 献出我的生命 只专心爱主 爱上帝 主啊 求主赐福于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